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於北部的翡翠水庫 它從1987年啟用至今 可以看到翡翠水庫它的蓄水量不只是全台第一 而且它的水質也位居全台之冠 翡翠水庫這四個字真的是當之無愧 湖光山色壯觀水壩 這是翡翠水庫負責雙北地區用水 水面中年碧綠 蓄水量水質位居全台第一 我們是設法將進入水庫的泥沙排掉 在翡翠水庫的水域上游 以及大壩分別設有水質自動監測儀器 透過泥沙的運營模式 我們可以掌握著度在時間跟空間上的變化 翡翠水庫耗資約115億元 總能量約4億600萬立方公尺 為全台第二大水庫 僅次於真文水庫 國際上衡量水體優氧化現象的卡爾森指數 已經連續8年評估都小於40 表示水質優良 為何能有如此的表現 翡翠水庫管理局這麼說 避免讓泥沙進入水庫 算是相對的穩定 那地理條件上面 因為它在北四溪的上游 它積水區的土地開發和使用 相對都比較單純 水土的保持基本上也非常的良好 所以說水庫的預期的問題 相對於台灣其他水庫來講 相對沒有那麼的嚴重 翡翠積水區是全台唯一遵照都市計畫法 化為水源特定區水庫 周邊管制嚴格 不能開發也沒有攤販 觀光客進入必須申請 才能有良好的水土保持 加上翡翠水庫有別於其他水庫 除了靠颱風 東北季風也佔很大因素 所以在日前各地水庫都缺水時 翡翠的水量算是影響比較小的 夏秋之際很多的颱風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東北季風 所以東北季風的時候 長達有四個月的時間 只要因為它在靠山區 所以只要這個有東北季風 有一點點水氣 它基本上就會每天下雨 所以它相對之下 等於是一年四季都有下雨的機會 所以它要乾旱的機會 的確會是比較少 從6月4號那場大雨 就能看出浸水量有多驚人 水利數資料顯示 4號凌晨開始到下午4點為止 翡翠水庫累積雨量達到109.2毫米 相當於1400多萬噸的浸水 蓄水量從69% 回升到71.6% 豐沛的浸水加上周邊保持得宜 是翡翠水庫能在蓄水跟水質 兩項數據 冠居全台的原因 那在都市計劃區的範圍 裡面會有比較強的 分區管制和使用限制 翡翠水庫所在的水源特定區 是以保安保護區為主 那土地使用分區相對就會很單純 所以呢也比較不會有特殊的污染源 中年幣率水質優良 不僅是北部的重要水庫 更保有蓄水量 水質好 淤積量低的優點 翡翠水庫 這翡翠二字 當之五愧 TBS新聞葉俊宏 藍月明台北下方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